車票麻煩謝謝你 你貴姓 費查票不敢量車票還大嗆站長 我是今天的值班站長 車票麻煩 抵著平頭的江型男子搭車買半票 想省七塊結果遇上罪印列車長 車票麻煩謝謝 總力到你們這邊而已啦 態度囂張雙手插腰不認錯 站長不願讓他補票直接報警送辦 以一般成年人來說 搭台鐵必須要買全票 但阿密江型男子不買全票 竟然按下孩童票就進站搭車 不可取啊 我們連小孩子滿12歲就買全票了 有點可惡啊 露網之魚的那種心情 事發在去年4月江型男子從中立站搭到陽梅站 但他偷買半票上車被一詐欺得利罪告發 法院判拘役五天得一顆罰金 換算下來一共五千元 為了省七塊倒賠了714倍 他就已經進入司法程序了 當然我們賺了查驗票的時候 我們就一規章 我們回家收回五成吧 先生麻煩請你出示車票 你要在同步可以嗎 我不小心 那就請你出示車票 我先必須告知你的規定 為了七塊違規逃票付了五千元代價 也讓男子學到教訓 下次再搭火車就得按照規定乖乖買票 記者網民中心要知林玉均台北報道